歡迎來看KT叔叔公仔開箱 終於收到這一箱了啦 最新的兄弟一番賞 野獸系列趕快來開箱了啦 等了十天啦 等一下影片最後 我會把整個流程來跟大家公開 包含所花到的總共的費用是多少錢 來跟大家分享啊 最後賞 A賞 第一賞兩個小屁孩 最大的啦 C場的Sale 哇 Picclo 然後 這是大家最瘋的 湖啊 那讓大家移一下 這樣子 日本的箱子這樣寄來 所以其實整個狀況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我們看一下這些盒況 都沒有什麼明顯的撞擊 而且他都是一定都是搭飛機的貨艙過來的啦 然後用一個非常薄的紙箱 寄過來過程中一定是撞來撞去的 但是我覺得整體看起來 沒有什麼很嚴重的損傷 然後這裡有一點點擠壓 還好 因為剛剛開箱的時候 這一支在最邊邊 箱子的最邊邊啊 難免啊 然後再來就是像這種特別大的 它也是放在邊邊 所以這裡也有擠壓 但我覺得這個都還好 反正我只是要開箱 對阿 我覺得 KSU個人對盒況真的是還好 我真的是還好 最後啥 這兩支誤範都是在正中間 在箱子裡面的中間 所以就不太會擠壓到 然後比克也有一點點在邊邊 但是看一下 覺得還好沒有什麼嚴重的擠壓 蠻不錯的 那那個時候我在日拍飆到這些 是5萬日元 只是那個時候正好他們有一個活動 就是5千日元的折扣 所以其實我擠壓到 只有10400多的台幣而已 蠻便宜的 然後就是日本的運費那邊是幾百塊 然後我等一下就用一個清單 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整體來講 我覺得這一次這樣還蠻划算的 總共加一加不到13000 然後我發現一件很屌的事情 就是它裡面拿來做緩衝的這些隔板 還是什麼的包材 很驚然 有一個這個 浦屋 F賞浦屋的那個外盒 拿來做緩衝用的 表示這個賣家可能他自己 他自己也有收一支 然後空盒就拿來 拿來當裡面的那個緩衝用的 好屌喔 這個有人要嗎 這個搞不好有人要欸 笑死 好 K叔叔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把這個 拿來填充用的 F賞浦屋的盒子 給他恢復原狀了 哈哈 這個賣家真的蠻妙的 阿既然拍到也順便拍一下 這是我的三個櫃子的其中一個 這邊就是各種賽亞人 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K叔叔這一次在日拍上 買這一整套 希望注意翻賞 整個流程下來的費用 那費用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你在日拍上面 得標的費用 那我是5萬日元得標的 沒有再加消費稅 不用加 因為可能這賣家是個人 所以就沒有 然後現在這個BBR 我用的這個平台 它現在有五千日幣的折扣 所以其實我實際上 只花了四萬五的日幣 那折台幣是一萬零四百九十四 那因為在你使用這種 代購代標的平台 它會有一些系統使用費 然後它是寫一百零五 所以應該就是一百百 然後這是第一個階段 所以第一個階段 大概就是一萬零六百 滿便宜的對不對 那重點來了 大家關心的運費 這一套當地的運費 才一千八百八十八日幣而已 然後再加上 系統上 匯款 到日本 日本匯款 有三百塊的匯費 這樣總共 才五百一而已 台幣喔 五百一台幣 那國際運費呢 國際運費 國際運費 是 國際運費是 一千五百三台幣 那 有 五十塊的服務費 這系統服務費 然後 還有寫一個 這個機材加收四百塊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下面這個折扣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 國際運費 本來一公斤是一百八 那它現在就是有折扣 只要一百五 折扣三十塊 然後再按摩幾公斤 然後去比例去算 所以總之 第二階段 日本的 當地的運費 再加國際運費 還有什麼服務費 還有台灣的宅配費 加起來呢 就是 一九零五 這樣子 還OK 喔不對 還有旁邊的五百一 所以其實整個加起來 不過運費啦 不過兩千四而已 那總訂單就是 一二九一零 還蠻不錯的 好啦 那這個 在日拍 購買一番賞 這個 就先分享到這邊 因為我接下來要趕快來拍開箱影片跟大家分享了齁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下一支開箱的影片見了 掰掰